赵丽颖水蓝色穿搭路透曝光 穿热裤绣白细眉腿 双马尾画面元气满满 赵丽颖录制中餐厅时 穿搭成为网友热议的对象 近日营宝从船上走出的路透曝光 照片当中 赵丽颖身穿蓝色短袖和牛仔热裤 手臂上戴有防晒袖套 脚上是一双增高运动鞋 露出一双大白腿 让人眼前亮的是 营宝头上樱花飘带鱼腹帽 这款式的帽子还是第一次见 鱼腹帽的帽颜上加花边的不多见 加上飘带的那就更罕见了 不过放在凉风洗洗的阴天之下 飘飞的丝带还是有别样的美感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亮点 比如说黄色的带子 双麻尾 麻花面 以及被风吹动的飘逸发丝 很多细节将赵丽颖的气质勾勒的 不仅能够足够亮眼 而且元气满满 赵丽颖的打扮欣赏久了 不能总结出他的穿搭风格 衣物常选颜色素雅的 然后是色彩艳丽的包包 或是其他装饰将整体气质点亮 因此总能在给予精心味道的同时 又不落下惊艳 银宝在传达上 很有一手 在挑选颜色上 水蓝色显皮肤白皙 看着很清凉 双目看路仿佛闭眼的 银宝好似没睡醒 陆宗毅每天都往外跑 确实很辛苦 据悉中餐厅中的嘉宾 似乎都是睡在船上的 别说赵丽颖是河北人 就算是住在海边 也少有在船上睡觉的经历 说不定就会因此 不好适应 没有休息好